包括立委赖平渝、新北市医院中亚林服务处及新北市医院张景豪服务处一行人士来到国道一号系纸交流道会刊 主要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处系纸交流道 在去年11月发生大规模边颇摊坊 当时一旁山壁整个崩塌 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除了紧急抢通 紧接着也开始进行复原工程 而时间过去了一年 工程进入如何 现场施工单位也做简报说明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空拍图 我们预计在月底 12月初、11月底的时候 这整个摊滑坡面 数量、面积大概是一公顷余发 会全部都保护完成 这个结构体保护完成 抢灾完成之后 我们会做复旧工程 会把水保用地的排水设施 还有表面的直升养护 全部都做一个直升 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说 去年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11月1号的时候 我们边坡发生了摊坊 那当时紧急先抢通 花了13天 可是后续呢 其实我也觉得说 今天发生了这个摊坊 其实它整个边坡 应该是要重新的去巩固 那后来其实我也有在 交通部跟王国财部长 去做咨询 那包含说我们这个边坡的分级 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 其实也都要重新调整 国道1号南下路段10.1公里 边坡摊滑紧急抢修及复原工程 在去年11月1号开工 先紧急清除摊滑土石抢通 后续也打设安装552支 永久挡土支撑牌装 以及专掘3500支盐栓等方式稳固 经过一年的时间 工程进入尾声 预计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工 目前我们这边边坡 边坡是用牌装加隔粮形框的方式 是做补墙修复 那我们在修复完成之后 还会再把水保的这个水沟及直升复原 那目前应该是在11月底完工 11月底12月初完工 那也很感谢就是说高工局 这一年多来持续的施工 那就是说除了我们原来这个路面的地方 抢通以外上面这个边坡的部分 也完整的去重新施作工程去巩固 那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收尾的阶段 他们说大概就只剩一些工程的收尾 还有上面的直批要种上去 那预计在11月底12月初 可以完全全部完工 那希望就是给我们系指人 一个更安全的国道 依据水保用地规定 附就坡面相关排水设施及直批 整个边坡摊方复原工程 预计在12月初完工 让国道一号系指交流到 有更安全的通行环境 这层慧林系指采访报道